你再看下面这一句 世诸众生亲近绝地 这句话在佛法中 因为它是跟行者讲 跟世子说的 行者跟世子已然要在心中 已经要是入到什么 入念念之间 要成就佛之之间的 在大觉之间上 虽然你现在还不能说 我成就佛之之间 但你起心动念动论 不能违背佛之之间 所以常说要如同逝者阿难 念念是佛 这一念心不到一切念头圆满处 你绝对不舍离啊 所以叫最后证 既然如此要在佛之之间上 所以讲到世诸众生亲近绝地 你千万又不要把众生跟绝地又分成二了 是直下担当 言下直下担当的 众生就是一切念头 当下根本的亲近绝地 它不是众生后面有个是亲近绝地 还是承认有个众生 再说亲近绝地 这都是脚绕 言止之中连脚绕的空间都不要给自己 众生亲近绝系 直下担当 每一个念头起初 哪个不是大绝心体的根本绝地 所以它才是光言助尺 它才是真正的长极光世 是不是的是 它才是真正长极光世 所以讲到这句话就要心里面常常去思维 你不要念过以后 世诸众生亲近绝地 你不会觉得好像众生都有根本有佛性 这个在言辞 当下好像你已经似乎找到方向 找到归家的那种这种气氛了 但是你还在认为说有一个我 有一个绝地 你永远也归不了家 你既然还有一个归家的方向 还有这个气氛 那表示你还在流浪 更何况佛门之中 长得心体中的归家 毕竟不是世间说呈现的 世间的夜感之中的那种浪子的归家 浪子的归家 当然是要一步一途 但它首先倒还要知道什么 加山在何处 你要不知道加山在何处 浪子回头每走一步都叫还叫流浪 因为你不知道加山在何处吗 当你知道加山在何处的时候 回头每一步都叫归途 但是这是世间呈现 心性中的呈现 回头就是浪子回家时 当下就是龙女变成男子时 龙女就是不识处 所以龙是行云不语 女就是能够骗步 能够克服那个下 他一定是在众生 新海的世海的龙宫中 世海都是什么 你讲到世海时 这个世心的绝海 这个大海当下 就是行部当下 所以世海当下都是什么 都是龙宫啊 你的那个行部的智慧 德种就住在中间了 叫宫啊 宫是中宫 就是住在心中 所以你那个骗步处 龙就属阴 所以经典中 古德就告诉你 龙是属阴 属阴不是告诉你 只是跟你分阴阳 是告诉属阴 属阴行者就要看到 在哪里看到阴 看到一切流部流论处 一切法中 一切念头流论处 那就叫做阴 那都是龙宫眷属 那就是龙女现前啊 在这个龙女的现前的这种 作用上面 他是回答谁 回答至极 至极菩萨 这个法华记没有忘记吧 至极 这才是一切大致 做积累处 所以至极还怀疑 你能能成佛佛 就是在这种印象 能成佛佛 这种流论处 这种流论处 好像已然背离绝体 能成佛佛 龙女说当下成佛 就是任何的感受 背离绝体处 哪个不是大致 积聚累聚之下 你看到大致累聚之下 就是回报文书施历 因为是至极问文书施历 文书施历史 我说句晚话龙宫 有一龙律 这个故事没有忘记吧 这个一问一答 都有表法的 你心中谁在问 哪个得恨在问 哪个在答呀 那谁在起行 然后在做 更深入的辩析 所以整部经就是心中的图腾 所以你指下的担当就是线前处 就是众生线前处 你不可以在任何感受里面 还在分到众生的亲近绝地 你心里还有众生吗 你要到的亲近绝地再说众生 我说你才是不会辜负经意 你要舍掉你过去的作用 舍是用根嘛 虽然你还不见得能够 马上就跳到根 亲近根中 圣意根中来看一切 但是你要在最初 我虽然还不能够证得 但心中的向往迷目 已经不能跟一切一样了 我再也不甘心用过去那种思维了 虽然那种思维还会浮现 潜在意识里还会浮现 但是你心中都不向他认 都不会向他认 因为你念之间 你的明目已经确定了 你不会认他 你不会再受你自己念头之中 所起的念头当下的种种迷惑 因为你方向明确 所以他起着任何解释 你都不迷惑 你到将来你就不迷惑时 你过去的烦恼 过去的种种那种意识中的解释 都是世间的那种知见 他还会浮起 原来这个就是这样这样 那就是那样那样 任他浮起 错综复杂 排山倒海 你都不会明火 因为你方向清楚 那是一样的 等你成佛我们是 成佛正果 我们是没有经验 但是这个行者的经验 可以告诉你 当你明白那个方向时 你真的潜在意识 就像古德讲的 过去的烦恼 一切的业细还会涌现 而且不单涌现 而且是庞然势力的涌现 涌在心头 你越是清净时 他越是像鬼魅一样浮现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行者 你的明目方向确定佛 决定心成就佛 你决定心成就时 他再大 也就是古德讲的 随他起随他落 你自然如此 你不必刻意压制他 心性就是如此 所以那叫做明目要确定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 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清净根 但是要在现前的意识里面 我已经不认过去的 任何心中的结识了 我直下就要去认那个根 我要站在根中看一切众生 站在根中看众生 没有过失 站在众生去寻根 当下就是迷惑 那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你站在镜子看镜色 没有过失 你再说镜色都没过失 因为你再说镜色 你没有半分会流转在镜色 因为你站在镜体 你不知道镜色吗 知道那是黑那是白 你会流转吗 不会啊 我站在镜体 怎么会呢 你站在镜色 你已经足在镜色之中了 你再说找镜子 你站在镜色 镜色已经是镜子了 你再去找镜子 你找得到吗 你在足在镜色之中的迷惑 说找镜子 你找到那个镜子还叫迷惑 那是镜色之中 唤起另外一种镜色 你以为那个镜色叫做镜子 你把那个色当成镜子 所以有很多人呢 还在自己陷在种种 根本的脖地繁复的 鱼翅的支界里面 才稍微打坐 突然感觉到心中的亲近 会看到种种庄严 哎呀 我正得了 我开悟了 你说的开悟不都是 还过去的染着意识之中 不过它变换了一个像 让你觉得你开悟吗 它都是染着意识之中 不断地变换的那种像状而已 哪里开悟啊 你连开悟都不迷 法法都知道是绝 你将来才会得到一丝消息 那个消息 你不要指数当成一个讯息箱 那也叫什么 一切自心歇息 叫消息 习者自心 一切自心歇其处 你不会在这边妄造 那一切自心歇其处 也是一切法中大明史 因为根本决心之中 不必更利于心 所以佛才会跟加塞尊者说 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义法 无法法义法是跟行者讲的 你又在这无法上面 常常要在当下去成就 但是一切法最初现前时是什么 一切法现前处 它都是法 它绝对不会 这个法本法 无法的这个法 中间这个法 是守则 是原则 是它的根本性中的秉持 一切法最初 法的是什么 根本就是无法二字 为什么讲无法 这个无字在前两堂课已经讲过了 无字不是众生之间所谓的断面那个国 无字是心中的担当 获达 因为这种担当获达 你说它是哪一法 因为它都担当 你不能说它是哪一法 你说它是黑吗 你说它是白吗 它是黑就不知道白 它是白就不知道黑 你说它是哪一法 你说它是一切法 什么名字都在 那一切法的话 照黑之时 白也要现前 一切法你以为是叫做一切法 你把那种感觉叫一切法 就好像照相机照 照相 照一个人叫一张照片 叫两个人叫一张照片 你把一百个人合在一起照 也叫一张照片 你把一切法合在一起叫一法 那一切法何必合呢 那是能够入一切差别才叫一切法 何必合在一起呢 叫忘住了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 那心中就是一切法 那一切法的时候 白色现前 黑色也要现前 不是啊 所以它就能够自然而然 能够成就一切 那这个一切之中就是什么 就是你不能用任何名相来亮它 不能用任何行指来指成于它 它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切 古人讲天地之母 它是一切变化的根本 母德 这个母已经 大家已经习惯了 现在已经习惯 不会在相上说母 那个就是能够运万物之母 所以道家也常用这个母字 佛们也常用这个母字 用佛母 都用这个母字 你要是不认这个母字 不知道这个母字 那就你就是地藏经讲的月地利 你就流转了 就欢喜种种旁生的差别 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切法中的润身处 所以一切法起身之处 它是法于无法 它才能够现前 法若是已经有法 法在有法之中 它就不能够呈现一切法 有无中是不能够成就 一切有的 所以法本 法 无法 无法 这个法 义法 就是现在行者 念念之间 在心性中担当的 你能够现在心中念念担当 这个无法之中的作用 念念去回光 你自然就不被现前的种种过去的凡夫之间所留置 说不断地在这边障碍你 你任他起都不会随他这样的障碍 所以当你将来真正心中能够真正获得 真正体会那个无法的心中的空灵时 你才能够真正担当一切法 在担当一切法中 你又不会落在任何痕迹里 这好像镜子 你真正知道镜子 它不是种种色石 它能够担当一切千变万化 一切色 它能够担当一切千变万化 一切色石 镜子可曾留下半点痕迹 就是因为这样子事先才能呈现 不是镜子如此 而且决心也是如此 世界也是如此 才能呈现的 不然都要断灭 真有义法 那都要断灭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才叫你在当下之中 就要看到 所以这些起经动念 都是根本清静绝地 我一直在爱你 我乱来 你把你担心看 你把你担心看 你担心看 你担心看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